首相敦马迪没有经过内阁同意 委证拉蒂花为反贪会首席专员掀起千层浪 也让西蒙背上了违反竞选宣言的恶名 内政部部长丹西林慕尤丁今天捍卫首相的决定 表示拉蒂花的受尾符合宪法程序合法合理 只不过没有达到西蒙竞选宣言中的要求 他认为日后如果再委证任何高阶官员 应当先带到西蒙会长理事会中商议讨论 也是土著团结党会长兼巴尔国会议员的慕尤丁 今天在选区开斋结宴会上对媒体这么表示 他表示国家元首是在听取首相意见之后才委任拉蒂花 他认为往后任何涉及高阶委任事宜 应当事先和西蒙领导商谈 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随后补充自己就是论事 这番言论并不是要非议首相敦马哈迪的这一项委任 这番言论并不是要非议首相敦马哈迪的这一项委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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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ο 扶梦你